这是枪术里边一个很基本的动作 拦拿扎 然后拦直接就扎了 这个就是我正常这个持枪式或者持棍也是一样的 然后你挥刀假如说要砍我的话 我只需要守住中线就可以了 守住中线 然后你只要过来 我把它蹦 把它崩开 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腰腹的力量 如果说距离很近的话 安全距离不够了 那么你再来砍我的话 我直接砍 对吧 直接就过去了 如果要是有这个距离比较长的话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腰腹的这个劲用上 砍 这个往回崩的劲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为啥我们拦拿扎的时候要 就靠这个劲往回 往回崩 就是把你这个兵器直接就磕开了 砍 然后砍刺 明白吗 那我要是冲过去砍 你要是 对 你要是直接冲过来砍 注意啊 长兵器为啥叫长兵器 它可以控制距离 不像说我这个拿这个短兵器 千万不要想啊 我要像那个电影里边 咱俩这么 或者是你来砍我 我砍 然后我给你再蹦出去 这种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基本真正实战的时候 就是一两下就OK了 你如果冲过来了 那我就控制 看 看到了吧 啥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大力的冲过来了 那么我要迅速的撤步 然后再把你格挡出去的同时 来 砍 砍 格挡出去马上就直接奔你灭门 奔你咽喉就去了 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就KV掉了